夜宵来一碗单炒饭 加鸡排版 那也太得劲了吧 虽然要睡觉了 但是我怎么会允许锅里的剩饭隔夜呢 为了吃这口饭 我还得搭上两颗蛋 来个睡前单炒饭吧 直接给鸡蛋划碎 加入中午的剩饭 在我家没有一口饭能活到第二天 炒均匀 来点酱油 这不就酱油炒饭吗 稍微加点黑胡椒和盐 空气炸锅 咱再来一块藤椒鸡排 没什么毛病吧 咱就是说 烤个20分钟 这边回来我们再加点红辣椒碎 这可不是番茄啊 但是加进来确实有点像番茄炒鸡蛋了 这味我尝一下有点淡 稍微加点蚝油生抽 最后来上一把小葱 这一炒也太香了 这小炒饭五颜六色的 你就吃吧 鸡排也好了 怎么回事 鸡排增生了 为了防止它们继续分裂 我们要赶紧给它消灭 虽然它俩都是鸡排啊 但是这个是藤椒味的 这个是原味的 夜宵来一碗单炒饭 加鸡排版 那也太得劲了吧 我们再来点酱料啊 黄芥末酱 还有蛋黄酱 炼乳就不放了 炼乳今天就别放了 我家酱料太多了 给别的酱料一个出厂机会 哎呀 夜宵这晚上就凑合吃一口吧 不说了 给它拌一拌 尝一下 我记得以前上大学 吃的那种烤肉拌饭 它上面就是一层烤肉 然后加上很多沙拉酱 尝一口 鸡排蛋炒饭 嗯 就是这个味儿 沙拉酱配炸鸡或烤肉 这个鸡排是藤椒味的 这个调的是原味的 嗯 我这筋膜酱不会过期了吧 怎么吃起来有点苦味呢 但是小鸡排是非常可以的 还有个手腔腿 我吃一半旺拍着了 它完整那块啊 能有我半个碗大 还有个藤椒味的鸡腿 我也是吃了旺牌的 我跟猪一样 吃到旺我了已经 你们可能觉得很怪 今天为什么吃的全是鸡 之前我有个视频 买了明和他们家的鸡排 商家看到之后 直接给我悠了 三大香 我家现在别想去玩这玩意儿 有朋友来我家做客 没别的吃的 全是这个 我也帮你们算了 藤椒鸡腿 里边有仨 一个七块五 手腔鸡腿 这么大一个 十一块五 直接空气炸锅 加热完就能吃 小鸡排 七块钱一个 我现在夜小 或者是早上懒得做饭 一般就热个鸡腿 或者鸡排 非常的省事 而且味道也不错哦 就是不知道那一冰箱 什么时候能吃完 小车给你们挂出来了 想尝试的可以试一下 如果喜欢门迹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好不好